常常有人問起說 我最難忘的一場演出 其實很多 譬如說 每一年在台灣的 面對數萬觀眾的戶外公演 或者在雅典萬神廟腳下 對著萬神廟和月亮演出流浪者之歌 可是水月的經驗是非常非常的特別 水月用的是巴哈的音樂 那麼我用東方的身體的一個觀念來詮釋巴哈 結果他的海外首演是在柏林 巴哈大提琴獨奏族曲 對德國人家耳熟寧詳 都有他們各自的詮釋 所以在柏林的演出 是我一輩子最緊張的一場經驗 三千人的德意志歌劇院做得滿滿 從一開始演 大家就是一點聲音都沒有 演完了之後統統站起來拍手 二十分鐘 然後到了後台 過了不久馬悠悠把門一推進來說Bravo 我知道我通過了音樂考試 那麼很久沒有重演了 這回再演我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再演 因為我很老了 是不是還要把這個舞再重新弄一次 我也不曉得 所以今年絕對不要放棄看水月 可能是最後的機會 可能是最後的機會 神經病 因為這魂梅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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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